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最令人舒服的聊天方式 只有高情商的人才懂 身边有很多朋友 别看他们在网上各种街梗 各种摇天都侃侃而谈 但在现实中 在很多社交场合上 想开口说话 但却害怕成为冷场王 所幸选择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可能一场聚会下来 没有认识新的朋友 也没有拓展自己的人脉 我曾经也是作为社恐的一员 总是希望自己能像射牛一样侃侃而谈 至少别人抛话的时候 不会只是干笑或者尴尬地点点头 今天结合我 以及身边朋友的经验 想跟你分享最令人舒服的一些聊天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在各种场合下 从容不迫地应对各种话题 如果你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请求 试一试这个高情商的话术吧 正面拒绝加上指出难处 加事实佐证 加表示同情 绝对让对方心服口服 不管什么请求 使用这招既能一次性地拒绝 又能化解彼此的尴尬 如果犹犹豫豫闪烁其词 反而会让对方误以为有机会 更容易伤感情 直接了当地拒绝再附上自己的理由和承诺 正常人都不会再继续麻烦你了 比如朋友找你借钱 你可以这样说 一 正面拒绝 真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二 指出难处 不瞒你说 我最近也特别缺钱 三 事实佐证 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 试用期工资还不够一个月的开销呢 房东也在天天打电话催我交房租 压力大的不行 四 表示同情 我知道你的难处 我要是有钱一定会借给你的 再比如同事喊你帮忙改PPT 你可以这样循序渐进地说 一 不好意思 我真是帮不了你 二 我做PPT还不如你呢 三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上次我做的工作汇报PPT 被领导打回来三次 我都快改吐了 四 PPT确实难搞 不过呢 我这儿有之前别人给我发的PPT的模板 我可以发给你 参考参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对方只要不傻 都会顺着台阶下的 二 涉恐福音 上台发言的万能公事 要说涉恐患者最害怕的事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明明想当一个小透明 却临时被人拉上台发言 所有人把目光聚集在你的身上 而你 阿爸阿爸 啥也说不出来 那一刻绝对是大脑冲血 脚趾抓地 恨不得飞速逃离地球 别担心 使用这个万能公事 一 感谢 二 回顾 三 愿景 直接秒杀任何场合的临时发言 不再成为冷场王 比如公司年会上 领导临时喊你上去发言 你可以这样说 一 感谢 首先十分感谢领导 给我这次发言的机会 感谢这一年来 公司对我的栽培 也感谢同事们对我的照顾 我这一年的成长和进步 离不开大家的指导和帮助 二 回顾 回顾这一年中的工作经历 感慨颇多 也收获不少 我不仅提高了自己各方面的业务能力 也让工作更加顺利 还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觉悟 端正了工作态度 对工作越来越重视和严谨 除此之外 我也收获了很多友情 在团队合作中 我与同事们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三 愿景 当然我依然还存在许多不足 在新的一年中 我一定会更加地努力工作 改进自己的不足 和同事们齐心协力 为公司做出更多奉献 在这里也祝愿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家庭幸福美满 工作步步高升 谢谢大家 你的领导听到这儿 心想此人前途无量 是一个可诉之才 那升职加薪的事儿 离你还远吗 当然肚子里有墨水的人 才能够轻易地 在公共场合出口成章 引经据点 更容易获得领导的青睐和重视 因为当你看的书多了 脑袋里有东西了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也会有质的提升 三 终结冷场 抓住对方话语中的关键词 不会聊天的人呢 就算对面做的是黄渤 我依然能够把天撩死 比如对方说 今天天气好热啊 你说 是的 好热 比如对方说了 你的衣服真好看 你说 是吗 我也觉得 就算绞尽脑汁 也憋不出一句话来 只能阿巴阿巴 跟着附和 尤其是对方是刚认识的人 双方都不太了解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但是这个时候 聊天内容不重要 重要的是气氛 只要不冷场 双方不尴尬 你就算聊到外太空 也没啥大关系的 重要的是 你有话可说 这里教大家一个妙招 抓住对方话语中的关键词 顺着关键词 聊下去 比如对方说了 今天天气好热啊 关键词是天气 那么就可以围绕天气 展开话题 再加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情绪 你可以说 确实 我昨天看了天气预报 说未来几天持续高温 这几天都快热中暑了 深圳的天气真的受不了 出去一会儿就汗流浃背 我现在只想在空调房里躺上一天 对方说 你的衣服真好看 关键词是衣服 那么就围绕衣服 展开话题 再加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情绪 你可以说 是吗 这件衣服是在某宝的店铺买的 我觉得他们家衣服呢 又好看又实惠 我一直都在他们家买衣服 不过你的鞋子看着也不错 诶 哥们 哪买的 这个技巧真的是冷场终结者 屡试不爽 相信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考试不及格 但又不得不告诉父母 最后免不了一顿毒打 工作绩效没达到 如实汇报给老板 最后还是会被批评一顿 明明说的是实话 却由于是坏消息 所以避免不了要承受对方的责怪和愤怒 不过呢 我们可以使用以下的这个话术 一 坏消息 加上二 好消息 加上三 自我反省 能最大程度降低对方的怒气值 按照我说的做 对方不但不会责怪你 还会夸你有思想觉悟 这个话术的诀窍就在于 先引出对方的愤怒 再一步一步疏解对方的怒气值 避免对方一怒之下 做出冲动的决定 举个例子 当你期中考试成绩不及格时 你说 妈 上周考试我数学没及格啊 你妈妈拳头硬了 抄起鸡毛胆子 准备对你一顿招呼 你又说 但是 但是 我语文考了90分 班主任还点名表扬我 说我进步很大呢 你妈妈气消了一半 但还是不打算放过你 你再说 我亲爱的妈妈 我深刻反思了自己 并检查了数学错题 发现有好几个是我粗心造成的 只要我改掉粗心的毛病 并好好复习 下次一定能上80分 你妈不气了 认为你很有思想觉悟 决定午饭做你最爱吃的红烧猪蹄 除此之外呢 这个话术还可以灵活应用到很多的场合 比如告诉女朋友 晚上的约会去不了了 再比如跟领导汇报这个月的工作失误 等等 当然 这个技巧用在职场上 只能暂时疏解领导的愤怒 真正支撑你在职场上走下去的 还是你的工作实力 5.职场秘籍 一听就很有逻辑的 列点式发言 开会时 领导们的惯用发言 同志们 我就讲三点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为什么领导都喜欢 一二三列点式发言呢 就是因为 列点式发言 即显得讲话内容很有逻辑性 又让发言极具说服力 面试或者汇报工作 采用列点式 就算你的点与点之间毫无关联性 领导们也会觉得你准备得很充分 考虑周全 举个例子 如果让我列举点赞的好处 我会这样说 第一 可以加深阅读的印象 第二 作者受到肯定 会继续为读者写出更加优质的回答 第三 作者会在心里默默地感激你 并为你竖起大拇指 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说服力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上面讲到的沟通技巧 只能算是辅助器 人际交往 其实日久见人心 人与人的沟通中 最重要的是付出真心 坦诚相待 如果光有技巧 没有真心 别人也会觉得你很虚假 以后也不会相信你 愿你在人际交往中 还是少一些套路 多一些真心 收获更加真挚的友情和爱情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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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